她就是我的御用化妝師 簡淑玲 我每次被她化完 我覺得我就換了一張臉 從認識淑玲之後 我感受到了化妝的美妙 因為淑玲真的是 技藝超群 評價好用的凡士玲 連專業彩妝師簡淑玲 都愛不釋手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我之前有做過一集 凡士玲的影片 內容談到 就是鄧紫棋如何利用凡士玲 解救冬天乾燥的皮膚 那你知道 其實凡士玲還有出護唇膏喔 像我今天桌面上 有好多好可愛的凡士玲 你看這個是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凡士玲 它其實是迷你版的護唇膏 除了有這個藍色的經典香味之外 他們在台灣還有一個 非常受歡迎的 玫瑰香味的護唇膏 那它一樣有這個 很可愛的凡士玲的包裝 還有這種棒狀式 像口紅旋轉出來的護唇膏 還有就是現在大家蠻喜歡這種 鐵盒的包裝 也很經典復古 那它真的可以幫我們的嘴唇 達到一個很好的保濕的滋潤效果 淡淡的香味也非常的舒服喔 那我們女生啊 看到可愛的產品就會被燒到 你知道嗎 專業的彩妝師簡淑玲 用過無數的彩妝產品 但是它也會被某些產品燒到喔 那到底是什麼產品燒到它呢 我前一陣子去那個倫敦的時候 那因為早期我在倫敦念書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時候還沒有進這個品牌 就是凡士玲這個 然後因為呢 那時候我剛進來 我記得我在Vogue有介紹過很早以前 正方有產 然後那時候我是介紹 那時候是剛出來 台灣都沒有人進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它 是因為我以前在英國很容易過敏 那因為我找到這個護唇膏 它味道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又 因為凡士玲大家都對皮膚很好 其實有時候我就除了這個護唇膏 我會拿來擦臉 就是有時候我們去很冷的地方 很容易過敏 有些會起那個絲疹還什麼的 其實這個真的蠻好用的 就是你如果遇到皮膚 就是突然很容易癢乾 然後因為乾的地方 就很容易會結塊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上底上去 我的建議你可以用這個挖 然後在這個地方局部 一直幫它按摩按摩 讓那個地方乾的地方 稍微有點滋潤 因為凡士玲真的對皮膚還不錯 那它現在最近呢 因為我剛從倫敦懷前幾個月 然後它最近的版本改成這樣子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這個顏色跟之前不一樣 是因為它後來這個加 比較像有點水果的味道 有點像草莓水果 就比較少女的感覺 那它還有這個新的版本 是跟一個叫LULU什麼的合作 那這個我也覺得很可愛 對 就是一樣是凡士玲的版本 因為很多明星 有些人很怕味道 有些人對味道很敏感 所以因為我們 我們要做太多人了 我不可能常常都用太 像我們有時候畫男生 男生不可能幫他用很甜的 他會覺得很怪 所以在這種時候 我就會取捨就是要選一個 比較沒有味道 然後比較天然的 所以這是我滿大推的 也就是說碰過這麼多人 然後又可以當作保養急救的方法 然後又可以當很好的護唇膏 又沒有任何的化學的成分 我還滿大推的 對 然後很便宜 對 經濟實惠 這是重點 像彩妝師簡淑玲 手上的大明星也不少 可是很多大明星啊 其實他們的嘴唇 是不好處理的 因為有的人的唇色可能比較深啊 或者是很乾 那他到底是怎麼去解決這些大明星的嘴唇問題呢 大家都知道這個是拿來做遮瑕的對不對 然後呢我是拿來遮 就是畫嘴唇編尾 因為呢 那有時候我直接把藝人整個嘴唇會上這個顏色 就是因為 像有時候我們比較畫像 像大家都叫什麼金卡達像那種比較裸唇的 或是有時候我們嘴唇 像有些人有些困擾是嘴唇比較黑的 有沒有 他就說也要去做什麼去角色 可是你還是沒用 還是要黑黑的 我滿建議就是 就是這裡有個小paper就是你可以用這一種的遮瑕筆 可以在我們的嘴唇的這個邊緯有沒有 先畫 那需要連唇都不要填嗎 如果你嘴唇 想要讓它整個是這個顏色 你可以整個都補滿 然後你最後再用剛剛那個護唇膏 把它毛抿一下 就整個那個唇色會很漂亮 真的這是我現在就 然後藝人有時候也會靠眼睛用 然後覺得很好用 這個是我也還滿推薦 你看已經用到 然後我就叫助理幫我做技巧 因為我們哪一些藝人固定用哪一些顏色 因為常常會忘記 因為太多種顏色了 然後因為它是雙頭 所以有很 我覺得滿經濟實惠的 那唇筆是兩種顏色的 對 然後你可以調 像有時候我就會調在手上 然後就是再用筆刷把它畫上去 也是可以的 就是要看唇的顏色 對在做那個 可是它其實是遮瑕膏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唇筆是很細的那種唇筆 有沒有比較 不要像這個真的專業在畫唇筆 可是這是遮瑕的 就拿來點那個痘痘有沒有 或什麼的 或是有些人會拿來就是畫很多種 欸國外師拿來做什麼 打立體 對對對 就是用這個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只要顏色對我都可以拿來做很多地方的 對不一定就是只專注做修容這樣子 嗯這也是我滿大推的 每個女生啊一生當中真的會用到很多很多的產品 可是啊應該到最後或者是過程當中 大概只有幾樣是你此生最愛 不管它推陳出新 或者是別家出了什麼產品 你永遠都只愛它 那我們來看看彩妝師簡淑琳的此生最愛 會是什麼產品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還是要講Make-up Fever這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我一直以來都還是很喜歡 然後因為這是我從我 他們看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上面的那個Logo都被我用掉了 有沒有發現 你看我特愛的 因為非常非常喜歡就是這個粉底液 那這是什麼訴求的粉底液 因為它就是含水量很高 90% 不管一年試劑啦 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比較穩定的 因為 那一年試劑都滿建議 對因為它 我剛有講含水量90% 它粉底液量很少 那有些人會覺得它很薄 可是我是建議說你上了一層之後 再打第二層就會有那個 因為有些人習慣打底液遮瑕的效果 可是因為太薄它們又覺得好像沒上的感覺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為什麼會很推薦這瓶就是讓你就是感覺很透亮 然後保濕度又夠我剛有講90%的水 如果你因為我們有時候遇到有些可能皮膚比較乾 然後你如果粉底稍微厚一點的話 它會容易脫皮 我覺得這個含水量還比較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還滿大推 你看用到都已經沒有那個 我還留著 這個粉底是我 因為我有時候都會去巴黎上課 大家都會知道 紐約巴黎我都會去上課 這個是我在那個盧貝松電影學院 然後它那邊有一個化妝 因為賣化妝品 然後我就很好奇就進去買嘛 然後它就有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這盒怎麼這麼的這麼厲害 因為你知道我們化妝師東西太多了 然後光那些瓶瓶瓣瓣遮瑕的 像我覺得像這個也是不錯 這是一般大家會把它就是各式各樣的顏色 因為你知道我們化妝師很討厭很重的東西 那其實能夠做這樣那一盒 對然後你就會覺得很方便我可以調色 那我就遇到這個 它除了可以拿來做遮瑕 然後我也可以當口紅 然後也可以畫柴繪 就是蠻多用的 所以這盒那時候我看到我非常的激動 然後呢價錢是有一點貴啦 就是因為這個很難找到在亞洲 所以一定要到國外才會有這種 因為外國人的它可能要做很多種 有特殊的效果或是Seal特 對然後因為我們台灣的 就亞洲選的顏色就差不多 我剛剛給大家看就是差不多這幾個顏色 所以這個也是我蠻大推就是說 其實調遮瑕的粉底 其實就像粉底底妝大家都知道都要調 所以我就覺得遮瑕也是要調 因為有些人的黑色或是痘痘 對顏色不一樣或黑眼圈 你看這就是最好的那個遮瑕的工具 所以我覺得這盒我就覺得很必要買 就把它畫下去了 這個假睫毛我也蠻推薦 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去年去紐約的時候 然後因為在學校附近有一個美妝店 就是我就進去晃了一下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蠻特別的 就是什麼都有買 就是那種中東能開的 然後我在裡面就是 它就像我們這邊的像50元商店那樣 我就進去 然後怎麼有賣假睫毛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看 我想說哇有咖啡色 你們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有一些都是 就是有黑色比較多 那因為這個的那個弧度跟那個 是我最喜歡就是 它真的是咖啡色 然後是這樣綻放出去的 因為我在台灣買的 有時候看到的中睫毛 是這樣直線出去的 我喜歡這樣子 就像有沒有刷子一樣這樣 那眼睛才會漂亮 然後就好就看到這一盒 我就覺得哇很想買 後來我那時候 因為我剛剛到 不敢買太多 因為我怕想說不知道用的 會不會很自然 因為咖啡色 然後就因為它一盒也不便宜 那時候我買4.5美金 就這樣一小盒 大概一兩次就沒了 然後後來就覺得太好用 才買兩盒回來 然後後來我就有上網去找到 就是在香港有那種可以訂 然後我可以送來 宅配來 所以這個也是我滿喜歡的 就是滿推薦給大家 真的是很自然的咖啡色 對看起來就四有四無這樣子 嗨VOGLE的同學大家好 我是唐老師 今天有沒有看到不一樣的人 坐在我旁邊呢 她就是我的御用化妝師 簡淑琳 登登 我一直很開心就是 老師有時候是心靈導師 就是請問有什麼問題 會問老師 老師有時候會常常給我一些鼓勵 還有想法 然後我滿謝謝老師 這一路啊十幾年 然後包括我人生的那個 從英國留學到結婚 對結婚是老師的鼓勵 我一直很謝謝老師 然後讓我有一個美好的婚姻 是是是是 從認識淑琳之後 我感受到了化妝的美妙 因為淑琳真的是記憶超群 我每次被她畫完 我覺得我就換了一張臉 而且我很有幸 就是從我的年輕時候 就遇到淑琳 一直畫到現在 那我也一路看著淑琳的成長 因為我覺得哇 她這麼的藝術家 已經是藝術家等級 也成為圈內所有大排明星的最愛 除了你的專業上 就是你是不是也要把你的人生哲學告訴大家 所以淑琳今年出書囉 簡淑琳的立刻學 立刻學這個很有意思耶 我第一次聽說 對啊其實我個性 好雙子作用 沒有因為老師常說我們雙子作就是 其實我們個性還滿急的 可是表面好像會看不出來 可是內心還滿急的 所以我做滿多事情都很希望就是說 現在馬上做 然後就馬上去實現它 這也是你為什麼一直很進步的原因 而且雙子作的好學 好奇也在淑琳身上 讓我一覽無遺 就是 但是我會不會跟她學呢 因為我是天蠍座 所以我可能不會跟她學啦 沒有辦法立刻啦 老師其實很認真就是化妝 其實老師是一個 我認識她是一個不化妝的 然後老師很認真肯學 其實她的肯學方式到哪裡 你知道很認真是 老師可以每次問我說 淑琳妳這個眼影在哪裡買 我要給妳買一模一樣 老師從不會化妝到她現在會化妝 直播的時候老師還自己化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是她很肯學的地方 我肯學啦 但是我真的化不出妳的精髓啦 所以很多人我想都想追隨淑琳的腳步 那就從精神上學起 好不好 簡淑琳的立刻學 這是大田出版社 各位 值得一讀喔 今天我就介紹彩妝師 簡淑琳化妝箱的神奇寶貝們 你還想看看哪個彩妝師的神奇寶貝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